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 的确安全是不容小事的 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 如果进行危险变道的话呢 造成的后果不可设想 这是一个下着大雨的中午 沪宁高速一如既往的繁忙 货车司机老王正在往北京方向赶路 由于路面湿滑 他不敢开得太快 左边有一部小车 它就是变道 停在了我的车道上面 它就是停下来了 结果车子就失控了 这起事故包括老王的货车在内 共有六辆车相撞 造成一人死亡 八人受伤 其中两人重伤 虽然老王的货车 直接导致了这些车辆的撞击 但民警分析监控后认为 罪魁祸首并非是老王 监控中的这辆白色小车 在事故发生前 有个明显的变道停车过程 而这才是造成这起事故的真正起因 警察这是一辆上海排照的轿车 通过车牌 警方迅速锁定了车主 他说这个车呢 基本上是他儿子在开 为什么今天来 来就是要了解情况 不要问跑上海来干嘛 事情说了 对小孩子 就是因为考虑到他年轻 他没事的呀 是分数小孩子 在证据面前 冯某终于松了口 承认了在高速上 有过变道停车的行为 他说当天自己是和朋友 去无锡自驾游的 当时天气不好 所以他一直开着导航 然后当变道三车到了时候 看到右边有一个出口 我当时就愣了一下 以为这个就是服务区的出口 所以是可能会在 可能当时距离情况也忘记了 在那边可能就顿了一下 冯某承认 听到车后发生巨响时 他的心中也有一次怀疑 因此在看到梅村服务区时 他停了十几分钟 缓了缓心情 发现没有任何异常后 便继续出发 当时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在他不经意变道的地方 已经是一片哀号 根据调查 警方认定 前一人冯某 驾车在高速公路行驶中 违反交通标信 一次连续变更两条机动车道 并在高速公路行车道内停车 影响相关车道内 行驶的机动车正常行驶 其行为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 风某负该事故的主要责任 而货车司机因为处理不当 在该事故中负次要责任 对